一句质朴的闽南话 成为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到访台湾最接地气的开场白 而他也成为自1949年以来 首位踏上台湾土地的国台办主任 在台湾四天三夜的行程中 张志军有多达四分之三的行程 都是用在台湾基层走透透 从北到南纵观台北、新北、台中、高雄四大县市 接触层面涵盖社区民众、少数民族、中小企业者、农渔民、青年学生、大陆配偶等 听台湾人民的声音 理解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 张志军此次访台是对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 王玉琦2014年2月对大陆访问的回访 此次访问使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 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得以最终确立 该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排除误判和干扰 是两岸关系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2015年2月 夏立岩接替王玉琦出任台湾方面陆委会负责人 同年5月和10月 张志军与夏立岩先后在金门广州两度会面 就推进两岸关系有关问题 广泛深入交换意见 并达成积极共识 继续加强接触对话 巩固交易共识这些共同的政治基础 推动两岸关系 继续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前行 以更多的成果来造福两岸的同胞 我们与正向思考 两岸应该继续巩固既有的制度化协商 跟官方互动的基础跟机制 面对挑战与复杂的情势 建立在九二共识基础之上的 两岸事务主管部门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 是在两岸政治互信不断增进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日益巩固深化的形势下 两岸关系取得的又一次突破性进展 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 先后举行了四次正式会面 并开通了电话热线 为妥善处理和管控矛盾分歧 提供了必要条件和保障 然而自2016年民进党上台以来 由于台湾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极其核心意涵 导致国台办与台湾方面陆委会的联系 沟通机制停摆 责任完全在台湾一方